本节目由90玩具 Porto Store赞助播出 有玩PTCGO的线名 可以到Porto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仙 今天的答案是微量发生 原本末末文的单卡突然垂涨船高 好多人在问究竟什么原因 都会在这个答案里面说明 今天看到的是BillyGiomV 久远的微量发生 这次一样是投入在洛奇亚VSTAR 在众多选择中 为什么会有投入这张的机会呢 本次会说明关注原因替代方案 那么在进入正题之前 还没记得帮忙订阅一下吧 欢迎记者开启了 若想提前知道大量发生的卡片 可以加入来观看会议先领文章 BillyGiomV HP200的操作性基础宝可梦 特性春草之风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场上 记得所有附有草能量的宝可梦 不会陷入特殊状态 并将受到的特殊状态全部恢复 招式绿宝石利刃 两槽一五打两百 在下个季回合 这只宝可梦无法使用招式 其实在巨烈科石的时期 身为三剑客的狗帕 入用巨烈科石 就拥有同样的特性 解除负有该属性能量的宝可梦特殊状态 并不会再陷入特殊状态 搞不好珠子也会有 做个同样能力的带垃圾哦 烈科石 而让宝可梦不会陷入特殊状态这点 又会在赛场上起到什么变化呢 1.洛奇亚内战 洛奇亚内战除了运气之外 也非常考验各种细节及构筑能力 部分训练家开水投入龙王仙V 及杰克罗姆来麻痹 进而得到额外拿奖赏卡的回合数 使用方式可参考之前羊鸟人的影片 想破解这种状况 有羊鸟人或黑脸的关心 这两种选择 不过这两张支援者要及时入手的话 去仰赖霓虹云B的特性 如果不信霓虹云B开局 或是前两回合铺场就使用了 在洛奇亚内战时 并没有让霓虹云B回排库的机会 因此就有了霓虹云B的出现 首次亮相在现象版一场226人的比赛 Late Night S.L.N. 并获得了46名的成绩 虽然没有到非常前段 但还是在海外引起了不少讨论 让富有极光能量的洛奇亚VSTAR 不会中了上述麻痹的套路 相较霓虹云B 就算开场了也能持续使用特性 必要时也能提两个极光能量给霓虹云B 使用其200的伤害来收尾 不过要注意的是舍弃的并不是霓虹AV 而是羊鸟人或黑眼的关心 2.激动鸟 国际版赛制为BO3的50分钟 这其中就衍生出许多控制或节奏较慢的套牌 其中一副就是以麻痹激动鸟为主轴的排行 并采用数张的紧急果冻不断麻痹对手 让你无法输出的同时 再用快速射击手机光辉胡帝来收取奖伤卡 是的 面对这部牌我们只需亮出臂力激动V 对方应该是毫无还手之力的投降啦 3.加油Y型喇叭 与激动鸟原理类似 BO3除了田蚁喷牌外 Sandor Valtry开发的Eperta控制也俱增 这两套牌都会投入加油Y型喇叭使对手混乱 尤其国际版的田蚁喇叭数量高达4张 而洛奇亚的换卫方式仰赖双重无人能量的丢弃 使得洛奇亚很难处理混乱 此时有了BGNV就能解除混乱啦 4.梦幻计划 动画宝格梦旅途中取杨在梦幻计划收服了BGNV 没啦这点是时间刚好并不是干净的原因哦 接着我们看到替代方案 1.太阳衣布 这是比起BGNV更多人的选择 之前影片也有介绍过她的能力 这次在洛奇亚Vistar的构组投入了一组太阳衣布 除了应对来自宝格梦的特殊状态外 也能防放逐奇拉丽娜或AEperta的直接弃绝 甚至勾胡言的放置伤害指示物 一个应对层面较广但几个放一张相对成功率较低的选择 2.白蹦蹦V 同样在那场226人的线上赛 也开始有玩家投入白蹦蹦V 除了一般拿老大或抽虐的志愿者外 也能回收羊鸟人及黑脸的关系来使用 然而上述的三种情况 有一半为BO3才有较高几率出现的排行 因此这张在日文版或繁重版并没有看到 算是为部分的训练家疑问做出解答啦 好的 今天的介绍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 欢迎留言与大家讨论 喜欢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拜托 新观众也记得订阅支持哦 影片结束 拜